原因老人 修行的人怎么做功夫 我们修法 不管是修进土宗 还是禅宗 密宗都要这样做功夫 比如说我们念佛 要不要修观呢 观是什么 观就是禅观 就是修定啊 你念佛名号 要心念耳闻 静静地倾听念佛声 才能设心入定 这叫念佛观 念佛不是唱山歌 更不可一边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一边跟别人讲话 那不行 必须修念佛观 观就是修禅啊 禅有很多种 有凡夫禅 小圣禅 大圣禅 最上成禅 还有外道禅 所谓凡夫禅 小圣禅者 就是心有异己 什么叫异己 就是心有差别 误认心和法不是一个路子 空和色不是一个东西 着在巷上求色身健康 或是以为心法不是色法 色法不是心法 以偏空之理修禅等等 都是异己 外道禅呢 也是心带异己 它不是落空 偏于断裂 即是住友 着在阳神 神我上 以上都不是真正的禅道 我们修禅需先明正应 百正之见 而后选择一个与自己根性相弃的正法来修习 才不置不如歧途 为了使大家更明了起见 再将外道禅 小圣禅 大圣禅等副讲一下 西目佛道 艳离娑婆 这叫心艳之心 在净土宗讲来 这是很好的 要一句弥陀 心艳剧足 就是希望到西方极乐世界去 脱离这个苏婆世界 这心艳剧足在修禅上说来 凡有心上艳下之心 就是凡夫禅 没有入圣 还是凡夫境界 外道也是心上艳下 它要成仙 要离开这个凡夫世界 它不明白仙就是凡夫 凡夫就是仙 佛就是凡夫 凡夫就是佛 本自一体 所以心上艳下 往心外去求 不知道自信是真的 是顾名外道 悟我 空天真之力而修者 就是小圣禅 它已经晓得 身心是四大五蕴合成的 身体就是地水火风 心就是思想 思想就是心 心就是受想行识 四大组成的色身 合起来 称为五蕴 四大五蕴合成的东西 小圣禅人 晓得是假的 是不真实的 不像我们凡夫 执着这个身体 认身体是我 要保护它 要穿得好 吃得好 住得好 样样都要好 就造业受报 小圣禅人知道四大五蕴是假的 他晓得这个人物 就是身体 是空而不实的 但是他偏空了 他偏什么空呢 他说 我出了六道轮回之后 就住在界外净土 就是这欲界 色界 无色界之外的净土 安住这里不动了 执着这地水火风四大种性为我 法直未了 还不知道 不理解一切假象 都是我们真心所显现的妙用 所以 叫做虽无我空 但是偏真 偏于这个真实不虚的真心 不晓得假就是真 真就是假 全假即真 全真即假 没有假 哪有真 没有真 哪有假 所以 假就是真 真就是假 你在这里分真分假 还是妄心 有分别呀 如西方极乐世界 大家认为西方极乐世界是真 缩婆世界是假 所以要艳离缩婆 心亡极乐 这是真假之分 其实西方极乐世界是真 我们苏果世界也是真 为什么呢 因为西方极乐世界是阿弥陀佛和诸上善人佛性所显现 所以是净土 是清净心所显现 我们这个苏果世界是众生业障心所显现 所以是五着恶事 但是业障心 阿赖耶石是什么呢 是我们的佛性 是我们的真心 因为 这第八识 阿赖耶石就是真心 不是真心哪里来阿赖耶石呢 之所以称为阿赖耶石者 就是他由生灭不生灭混合到一块的缘故 把这生灭部分去掉 那就是清净体了 事故阿赖耶石不离清净体 它虽然是污染体 可也是真心啊 真心是怎么样子的呢 它是不动的 清净时如此 污染时亦如此 好像我们睡着做梦一样 一下子受惊吓了 一下子欢喜了 一会做皇帝 一会做乞丐了 而我们的身体 未离开床 还是躺着不动 我们的真心 它是不动的 它是不生不灭 不来不去 不动不静 不够不静的 它从未动过 一切都是它所显现 离开它什么都没有 所以 你说真 苏婆世界也真 你说假 西方世界也假 为什么 凡所有像 皆是虚妄啊 不能着像 像是什么 像都是真心的影子 镜中显现的影子 莫将影子当镜子啊 我们只是不要真心中的影子 影像而已 何必认取真呢 所以 说真说假 都是我们的妄心分别 它是非真非假 一真一假 极真极假 你把分别心拿掉就行了 二圣圣人不明白这个真理 认为有真的 它正圣了 是真 六道轮回的凡复都是假 所以 这还不是罪上成禅 这是二圣禅 误我 法二空所显真理而修者 是大圣禅 我们讲了凡复禅 外道禅 小圣禅 到大圣禅就已经醒悟了 我也不可得 法也不可得 刚才讲了 小圣圣人罗汉 辟之佛 只物仁我空 法我不空 法我就是仁我之外 有四大种性为我 仁我之外还有法身可修 有佛法可得 有涅槃可证 有生死可了 法还是有 所以 法我不空 那么 进一步道人我也没有 法我也没有 一切一切都是我的妙用真心所显现 而妙有真心就是性空 都不可得 但是 悟到了仁我 法我都空的道理 还不究竟 还不是最好 最好是什么呢 最好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 假如顿悟自性本来清净 别无烦恼 无漏智性 本来具足 此心是佛 地性无疑 就更进一步了 这是罪上成禅 就是说 假如我们领会道 自己的心本来是清净无染的 本来是没有烦恼 无漏智性本来具足 有漏 只有思想 有造作的有违法 无漏 就是一切造作都没有 法而如是 一切烦恼都没有 大智慧本来具足 此心就是佛 和佛没有分别 这才是最好 既然我们就是佛 和佛无别 为什么我们却不知道呢 既然心本来清净 本来没烦恼 为什么 我们现有这么多烦恼 一点也不清净呢 这是什么缘故呢 这就是无明作怪之故啊 由于无明之故 我们妄想分别 迷于外境而不自觉 跟着境界跑 随着妄念流 我们所以造业受报 六道轮回 无有了期 其原因就在于迷而不绝 所以 我不愿其想地来阐明真理使大家开悟 一切众生都具足这个妙有真心 释迦佛在腊月初八 夜赌明星目道时说 奇灾 奇灾 大地一切众生 皆具如来智慧得相 为什么不自觉呢 就因为妄念颠倒 执着烦恼而不自知 所以 我们讲经就是只是迷津 说明我们本来具足的妙明真心 佛性不在别处 就在我们面门上放光 怎么放光啊 看见东西的是谁 听见声音的是谁 鼻子闻到香臭的是谁 舌头说话的是谁 知道酸甜苦辣的是谁 接触外境的是谁 走路的是谁 做工作是谁呀 这都是我们自信放光的妙用 要认识它呀 假如我们当下悟到 就是顿悟 我们的心本来就是如此清净 本来一点烦恼也没有 本来具足如来智慧 这个心就是佛呀 不要到外面求佛了 明白了这个道理 依此而修者是罪上成禅 不明白这个道理 忙修瞎练 走弯路 兜圈子 兜来兜去 出不去 所以 因地要正 要明白这个道理 时时刻刻都要知道 我们自己就是佛 佛不在别处 你们或者要问 我现在就是佛 为什么我不显神通啊 佛有三明六通啊 古德说过 拾冰池而泉水 借阳气已消聋 这是个比喻 冬天寒冷 池塘里的水结成冰了 但这冰就是水呀 拾就是认识 拾冰池而泉水 认识到这个冰冻的池塘全都是水 比喻众生本来是佛 借阳气已消融 要假借阳光 把这冰融化了 融化之后 方程灌溉之宫 冰是固体 不会流动 比喻众生不具三明六通 融化之后 能流动了 就可以灌溉田地了 比喻佛具三明六通 接下来 勿凡夫而及佛 资法力已熏修 勿凡夫而及佛 就是我们醒悟了 知道这凡复心就是佛心 资法力已熏修 资者 资助也 就是假借 用什么东西资助啊 用佛法的力量 要假借佛法的力量 来帮助我们修行 因为我们物虽物了 只是礼物 只是始觉 才开始觉悟 习气还很重 一下子了不了 所以要借法力帮助我们 时时刻刻熏它 就是假念佛号 结印 持咒 照顾话头 起仪情等方法来熏修 把我们这八十田中的望种子 污秽种子熏成进种子 将习气转化为妙用 明理之后 还需借佛法之力来修啊 不修是落不到实处的 是没用的 绝不是就这么一说一理解可以了 不行啊 或许你现在悟到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放下 一切不执着 但可能出了这里到街上一逛 马上就没有了 有好几个朋友告诉我 诶 我今天到了火葬场 心都灰了 人一口气不来 烧成灰什么都没有了 还沾什么东西 不沾了 不沾了 这心死了空了 但是没走多远 又什么东西都要了 习气重啊 所以我们只好说顿悟见修 其实顿悟见修 讲起来是不通的 还要见修就是没有顿悟 《般若经》就是这样讲的 但是说的太高了不行 我们没有这个力量 所以楞严经就讲两种法 离属顿悟 乘污并消 事须见除 因此递进 道理一讲 他马上就醒悟了 悟了之后 一切习气都消散了 都不要了 立刻就空静了 这种人的确是有 但只是少数即少数 是上上根再来人 不是再来人 不可能做到一物即彻 然而今朝之顿乃昔日之见也 是从前 从前 再从前 慢慢慢慢地修行积累起来的 所以今天他一拖就拖掉了 楞严经说理属顿悟 成悟并消 事须见除 因此递进 这本是讲两种法门 一是圆顿法 一是见词法 极少数的上上根再来人 一闻道理 马上醒悟 一切习气 成开悟刹那即已消灭 神通妙用即可发现了 大多数中下根人 需于悟后 在世上磨练 见除习气 而后使能慢慢发挥作用 现在我们不妨将两种法门合二为一 就是所谓离属顿悟 事须见除 顿见二门合起来修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是末法时代 众生根顿丈重 不能顿悟 顿修 顿正 因此只好将两种法门合为一门 在礼物后保认 行出习气 而渐渐地发通正果 顿悟见修合在一起 讲起来是不通的 但符合现在的实际情况就可借用 这个道理不易讲清楚 我们不妨举释迦佛在世时的故事来说明 释迦佛坐下的两个弟子讨论佛讲了一句话 公说公理 婆说婆理 相持不下 就去问佛 佛呀 你看我们两人哪个说的道理 符合你老人家的意思 佛说 你们两人的都不符合我的意思 但是你们两人的意思都能用 为什么 符合实际情况嘛 所以 我们现在只好讲顿悟见修了 那怎么修呢 净土宗人就念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拿这符号扫进我们心里的污秽 扫进我们心里的习气 扫进我们的烦恼 烦恼刚冒出来 就高声念阿弥陀佛 把你的心转空 化空 参禅人呢 时时照顾化头也 烦恼才动 问 你是谁 当头就一棒 这烦恼是谁动的 动烦恼的是谁 当头一棒打过去 这就是照顾化头 密宗行人烦恼一起 就马上持咒 将其转化 虽然方法有不同 但道理是一样 不要说 我净土宗好 你禅宗不对 我禅宗好 你禅土宗不对 我密宗好 你们禅宗 禅土宗都不对 这是分门别户 说明你还没通达 若通达起妙用了 你就会说 禅也好 禅也好 密也好 都是手段 方便有多门 归缘无二路 我们假佛法的力量 用功修行 扫进我们的习气 化空我们的烦恼 就冰箫则水流润 方显盖笛之功 妄境则心虚通 应现通光之勇 心花通明了 就神通显发 妙用无边 这都是修行所证的 你说不修 行吗 不行啊 所以说一定要修 我介绍甘虚通过来 准备 我对不修行当我意识 音乐圈 画面的墨 心端花的栈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